一学就会的,超百搭项链绳,吊坠锁骨链的慢动作编法教程来了。喜欢的,别忘了点赞收藏哦。 材料准备 首先拿出两根130厘米长的黑色72号玉线,对齐后,先穿过吊坠孔,一直拉到中间位置后,捏住,准备编舌结固定。 先将下边的两根绕大拇指一圈,上边的两根绕食指一圈后,退下大拇指上的线圈,穿过去。 先拉紧下边的两根,然后退下食指上的线圈,再拉紧上边的两根,分别再次拉紧。 这样吊坠就固定好了。 之后就拿出另外的两根110厘米长的72号玉线和九谷金线,也是对齐后,先穿过小金珠,将金珠拉到中间位置后,看,放到舌节的上边。 金珠正好卡在舌节的中间这里,捏住,调整一下,将穿金珠的两根线绳放到另外两根的中间。 接着还是用下边的这根,先绕大拇指一圈,最上边的这根绕食指一圈后,退下大拇指上的线圈,穿过去。 还是先拉紧下边的这根,这里一定要紧挨着下边的舌节拉紧,然后退下食指上的线圈,捏住,翻过来,一定要捏住了。 继续用上边的这根绕食指一圈后,穿过线圈。 同样先拉紧下边这根后,退下食指上的线圈,翻过来。 再次用上边的这根绕食指一圈后,穿过线圈。 之后的编法就都是一样的了。 这里一共是编了六个金刚节,寓意在新的一年里,大吉大利,顺风顺水,裁员滚滚。 最后这个翻过来后,直接拉紧就可以了。 这样,右半边的金刚节就完成了。 准备开始编另外的半边。 编之前,也是先将穿金珠的两根放到另外两根的中间,然后按刚才的编法,再编六个金刚节就可以了。 看,两边都编好后,就是这样的。 接下来,就是把它固定到夹子上。 中间的两根,先左上右下的交叉过来。 然后从左边最外侧这根开始,先向后,绕到右边的中间,压住里面的一根后,回到左边。 换右边,也是最外侧这根,向后绕到左边的中间,压住里面的一根后,回到右边。 再次换左边,向后绕到右边的中间,回到左边。 右边。 左边。 之后就是不断地左右重复交替编四股边即可。 如果不喜欢中间带金线的效果的话,也可以把金线换成铜色的浴线,或是别的颜色,都很好看。 因为这款项链绳是封闭抽拉扣的,所以四股边要一直编到比头围的一半长度还长一厘米。 例如,头围是56的话,就编到56除以2,再加1厘米,也就是29厘米。 编好后,像这样捏住,编两个舌节收尾。 下边这根先绕大拇指一圈。 上边这根绕食指一圈后,退下大拇指上的线圈,穿过去。 先拉紧下边这根。 然后退下食指上的线圈,再拉紧上边这根,分别再次拉紧。 再编一个。 第二个舌节的编法是一样的,直接加速跳过了。 舌节编好后,项链绳的右半部分就全编好了。 接下来就是用相同的编法,把左半部分也全编好。 看,都编好后,就是这样的效果。 之后就是将两边重合过来。 四根线绳,上下个两根的,放到项链绳的下边,准备边推拉扣。 下边的两根先绕大拇指一圈。 上边的两根绕食指一圈后,退下大拇指上的线圈,穿过去。 先拉紧下边的两根,然后退下食指上的线圈,捏住,翻过来。 继续用上边的两根绕食指一圈后,穿过线圈。 还是先拉紧下边的两根后,退下食指上的线圈,翻过来。 接着继续再来一次。 其实,现在边的推拉扣,就是两个金刚结。 这次翻过来后,直接拉紧下边的两根就完成了。 剪线前,先来回地推拉一下试一试。 松紧合适后,就可以把多余的线绳剪掉,稍粘。 这样金刚结推拉扣就完成了,接着用相同的编法将另一个也编好。 都编好后,我们的项链绳,吊坠锁骨链也就编好了。 你学会了吗?